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改变 自读课文三到七自然段 画出相关词句 那就先请同学们 在后面的课文当中画出相关的词句吧 你都画出了哪些词句 找同学做一下汇报 老师 我在第三自然段中画了抽丝纺织这个词 抽丝纺织 老师 你画的是一样的吗 老师 我在四五六自然段中画了尽心竭力 与世隔绝 尽心竭力 与世隔绝 接着来 老师 我在第七自然段中画了清醒 挣脱 舞动 飞啊飞 都是表示动作的词语呢 你和它们画的一样吗 我们发现小毛虫织剪的过程 不是一下子就完成的 它首先要抽丝纺织 跟老师读一下 抽丝纺织 抽丝 做一下抽丝的动作 纺织就是把这些丝缠绕在一起 编织剪屋 最后小毛虫怎么样了呢 编织剪屋之后 把自己裹进剪屋里面 这里出现的三个字 编 织 边 都是角丝旁的左右结构的字 是这节课我们需要写的生字 那么就让我们写一写这三个字吧 写生字的时候要注意 一看结构 二看站格 三看笔顺和关键笔画 我们先看一看 仿这个字 左右结构 左窄右宽 右半部分方字 站格多一些 左右两部分 顶部平行 方的底部要略低 第二笔横和第四笔撇 要越过竖中线和角丝旁穿插 让我们借助口诀来一起写一写 仿这个字吧 仿之兄弟肩并肩 角丝立在最左边 左右穿插要紧凑 高低平等 写美观 好 这个同学的饭字写完了 同学们可以在课后再多写两遍 尽心竭力 请同学跟老师一起读这个词 尽心竭力 那么联系上下文 你能说一说小毛虫是怎样尽心竭力的吗 小毛虫一刻也没有迟疑 尽心竭力的工作着 他支啊支啊 最后把自己从头到脚裹进了温暖的简屋里 小毛虫挪动一点点都要费九牛二虎之力 但是他仍然支啊支啊 请你读尽心竭力 小毛虫一刻也没有迟疑 一直支啊支啊 请你再读尽心竭力 这就是尽心竭力 你有没有尽心竭力的做过什么事情呀 我不是我们班五十米跑得最快的 但是在冲向终点的那一刻 我使出了吃奶的劲儿 终于通关了 我一开始不怎么会跳声 但是我每天坚持 刮风我在室内跳 下雨我在走廊跳 反正就是一直跳一直练 最后终于成了全班第一 你们都跟小毛虫一样棒 能尽心竭力的投入自己的事情 那么看插图 咱们知道 其他昆虫飞的飞 跑的跑 跳的跳 玩的生机勃勃 为什么只有小毛虫 一直在尽心竭力的 支啊支啊 因为他懂得 每个人都有自己该做的事情 所以他尽心竭力的支简屋 终于支成了温暖的简屋 把自己裹进 与世隔绝的简屋里 这里用了一个词来形容 与世隔绝 请同学跟老师读一遍 与世隔绝 在与世隔绝的简屋里面 小毛虫生活得怎么样呢 咱们找小毛虫来问一问吧 请你扮演蜜蜂 或者瓢虫 或者蚂蚁 来邀请小毛虫 出来游戏 小毛虫 你出来和我们一起做戏吧 小毛虫 这时候你该怎么办呢 我也想出去和小伙伴一起玩 但是小毛虫 你现在在简屋里面 与世隔绝 想和其他的小伙伴一起说话 不能 想和他们招手 也不能 在简屋里面 不能和外界有任何联系 这就是与世隔绝 这就是与世隔绝 在与世隔绝的简屋里面 多么寂寞无聊啊 小毛虫 你是怎么挺过来的呀 因为我知道 万事万物都有自己的规律 所以你严格遵循 自己的规律 在简屋里面与世隔绝 你可真棒呀 我们在学习 蜘蛛开店的时候 学会了用借助插图 示意图讲故事 那么同学们 咱们也可以借助示意图 来讲一讲小毛虫 织简的过程 你能讲一讲吗 小毛虫抽丝纺织 为自己编织了一个牢固的简屋 它尽心竭力地工作 最后把自己裹进了温暖的简屋里 你可真棒 能够温果而知心 借助示意图 把支简屋的过程 讲得这么具体和生动 小毛虫终于化简成叠了 在这一部分 在这一部分课文当中 我们画出了这些表示动作的词语 同学们可以便做动作 并和老师读一遍 清醒 挣脱 舞动 飞呀飞 这里面还有描写蝴蝶 美丽的词语 灵巧 轻盈 色彩斑斓 让我们 这蝴蝶可真美呀 让我们一起来读读它吧 时辰 到了 它清醒了过来 再也不是 以前那条 笨手笨脚的 小毛虫 它灵巧地 从简子里挣脱出来 惊奇地发现 自己身上 收出了一对 轻盈的翅膀 上面布满 色彩斑斓的花纹 费了九牛二虎之力 才挪动了 一点点的小毛虫 它愉快地 托了一下双蝕 只平成毛一般 巧的蝶子上 飘着的蝶 飞呀飞呀 渐渐地 消失在蓝色的 霧海之中 化剪成蝶的蝴蝶 可真美呀 这一段我们画了这几个表示动作的词语 同学们能借助这几个词语 来讲一讲 小毛虫 化剪成蝶的过程吗 它愉快地 舞动了一下 它 小毛虫 清醒了过来 灵巧的从茧屋里挣脱出来 还长出了一对轻盈的翅膀 上面还有许多好看的花纹呢 我们借助插图 讲述了小毛虫最初的模样 借助示意图 讲述了小毛虫枝碱的过程 刚才又借助关键词语 讲述了小毛虫化剪成蝶的过程 下面我们采用这些多种方式 来完整地讲一遍这个小毛虫的故事 老师给大家提供三种方式 你可以任意选择一种 老师 我选择第一种方法讲故事 一只小毛虫很可怜 不动一点点都要费救牛二虎之力 但是它懂得 每个人都有自己该做的事情 所以尽心竭力地工作 编织了一间温暖的简屋 他明白 外事万物都有自己的规律 所以耐心等待 最后化剪成蝶 舞动着翅膀 在蓝色的木外中 轻鸣地飞舞 你讲的可真精彩 不仅选择了我们 借助了相关的提示 而且加入了恰当的动作 同学们 你们听了刚才同学的讲的过程 讲的故事 能给他打几颗星呢 你也可以在家里面讲一讲 然后给爸爸妈妈 让爸爸妈妈给你打星 回顾小毛虫成长的经历 从最初小毛虫 新奇地看别人 到后面 新奇地看自己 最后化剪成蝶 小毛虫在化剪成蝶的过程当中 懂得了每个人都有自己该做的事情 万事万物都有自己的规律 他懂得了在自己的规律当中 尽心竭力地做好自己的事情 在不断在 不断在改变中 优优独播剧场上